好 我买的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是Apple TV 在这里 然后这是最新的Apple TV 然后它有一个Control 这是最新版的Apple TV 然后这里它有一个Control 这Control呢可以声控的 你可以用声音在里边说字母 然后的电视就会显示出来 它以前有一个Apple TV呢 是才99澳币 但是它那已经停产了 现在这个呢我买的是230块钱 但是呢在Big W呢 现在正在sell 不是是Good Guy 在澳洲Good Guy里边 现在正在sell是199块钱 就那天我在coupon上面好像哪看到过 我就买贵了 这是230我在Apple Store买的 这是最新的 然后它说99的那个版本呢 已经没有再出了 这是这个星期买的其中一样东西 然后这个星期买的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吸尘机 其实我家一直有人来帮我cleaning 然后我以前的旧的吸尘机就坏掉了 我就再也没有买 可是最近学极简之后呢 实在是无法忍受 一个星期之后等他们来 地上有些头发什么的 还有什么洗澡间脏脏的 然后我就实在不行 还是要去买一个 这个呢就是我超级喜欢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特别的轻便 特别的轻便 方便 你看看这样 然后它下边就还可以 它还可以 坑下来之后呢 变成这样的 来弯曲来吸 脚下边呢 沙发下边这样的 然后直起来 然后这个呢 它的这个 这个东西也可以 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 这个小的 我现在就是梦梦以求 就是想要这一种 想要一个这样的 特别方便 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这可以吸车 而且power很够 然后它还配三个刷子给你 还有一个长的 我在后面看到 跪的那个棍儿了 还有一个长长的 就是你只用这个 然后上面按个棍儿 可以吸蜘蛛网啊什么的 这个就不是 这个我买的 我觉得也就是相当好的 就是价钱又合理 差不多的 我买这个是差不多300多块钱 然后呢 我在HoneyNorman买的 减价二百 二百来块钱 二百几十块钱买下来的 我 而且它前面那个毛刷 这里边这个毛刷 还可以换 换不同样式的 这种毛刷 它是边滚 我给你看 洗一下给你看 它是边滚呢 边滚 所以洗 超级好用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很方便 因为现在 现在出力就一个最新的 就是外边卖800多块钱 奥币的特别贵的一种 就是 它是那个手柄上握的 握手柄高高的那里有一个 就是它的吸尘的部位呢 那就在站立 然后直接充电了 现在就是在充电 它有现在出那种新的那种呢 我觉得比较重 这个呢 它的重量在下面 所以呢 你吸起成来呢 还是比较快捷方便 而且一点都不累 就是我买的第二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站立式的烫抖 我已经把我家那种旧式烫抖 已经给处理掉了 因为实在是很占地方 它那个板子 我每次用的时候 还要放下来 然后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 像cleaning啊 或者做家务呢 一定要选一个 就是得心应手的工具 要不然你肯定懒不懂 像我为什么选那个吸尘机 就是因为我以前的吸尘机啊 我总是 哎呀要拖出来 一大堆拖出来 而这种一支的呢 我拿起来用就行了 非常方便 所以我就不会懒惰 哎呀 我就以前就是一想起来 要到机器 到柜子里边 把那吸尘机 一截一截拿出来 再要拼凑在一起 我就不想动了 所以呢 我现在把所有东西都改成 非常方便 简洁的东西 这个站立式的烫抖呢 也是非常容易 它这里是个插销 它一插 然后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是放水的 这个是放水在这里的 也是 然后一插个垫 它马上 马上这个上面这个喷蒸汽呢 就开始喷蒸汽了 还蛮快的 就是这个蒸汽来的 还是蛮快的 然后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试过 烫裤子 烫衣服都没有问题 它甚至还可以烫窗帘 烫那个床单 因为它 因为它这个是个 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拿下来的 这种弯曲性 弯曲式的 可以烫床单 可以烫窗帘 然后烫裤子 衣服什么 什么都没有问题 这个呢 这个汤董呢 我是在Costco Costco买的 当时一看 诶 才几十块钱 好像是六十多吗 好像是六十来块钱 一看 还可以 不是很贵 然后我就买了 我 其实我这种类似 这种烫斗呢 这种蒸汽式呢 我以前在网上买过 千万不要买 我在网上订购的是那种 就是手拿式的 一个小小的这种 也是蒸汽式烫斗 质量特别差 千万不要买 然后这个呢 我用过之后呢 我就觉得相比来说 就相当就是不错的 就是东西就是挺结实 挺正式的 挺正规的 不像是以前买那种 是散散 就是很容易坏的感觉 这个挺结实的 所有的就是零件啊 接触啊什么的 还有这个蒸汽的快慢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产品我是蛮推荐的 我买的这个就是烫衣服 我现在烫衣服就不会懒多了 直接烫 插上垫马上就可以烫了 而且还有不用用的大板子 那大板子就是很粘地方 我每次烫衣服 我还把它放下来 我就特别懒惰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 就直接就放在我这个洗衣间 那个这个角落 也不是很粘地方 就直接放在这就好了 站立式的 站立式的 这样什么时候用的时候 就直接拿 直接拿直接用就好 我就把这个 这个直接放在我这个洗衣间 洗衣间 我挂去 东西的地方 看就这么小小的一个 也不占地方 这是我的洗洗衣机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最后一样呢 就是我的化妆品 然后呢 我因为我刚正好把我的那个 我之前用的是 LACON LACON的那个 那个 爽肤水啊 精华液啊 还有Night Cream 我正好全部都用完了 建瓶底了 所以非常开心的 然后就开始 试用新的东西啊 我之前说过 我们要给生活upgrade 正好呢 我朋友就给我介绍这个 SUSHIDO的这个 自生糖的这个爽肤水 还有呢 它的这个 Night Mask Sleeping Mask 就是SUSHIDO的 就是睡觉的 Sleeping Mask 睡觉的时候擦的这种cream 其实就等于像 Night Cream一样了 但是真的很润 非常的润 昨天晚上用了一下 非常非常的润 然后呢这个呢 也不是自生糖的 但是他们介绍的是那种 去死皮的 我觉得现在年龄大了 皮肤有时候真的很粗糙 会显得皱纹很多 然后呢 就会久不久拿这个来 就是来 来就是 就是去下死皮 皮肤就会觉得嫩很多 这个也是蛮好用的 而且 然后朋友给了我个sample 就是那个 SUSHIDO好像是精华液 精华液 然后回来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 就大便买 这是 这是我这个星期买的 最后一样东西 这刚才介绍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 怎么说 都是我在处理东西以后 确保家里边没有 或者是 我是一个进 一个出的情况底下购买的 呃 我跟他说过 我还是就是 我会 我现在依然会购买 但是呢 我会买的 选择比以前品质更好 更高的东西 不会再花钱买些 rabbit 买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再浪费钱 我相信我刚才介绍的 几样东西呢 我都会用很久很久 而且呢 都会 嗯 就是会 会很 经常用 因为 因为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吗 就是 我不喜欢吸尘 不喜欢烫衣服 是因为 我每次一想起来 把吸尘机拿出来 然后把那一个管子 一个管子气起来 还要就是 呃 那么一大块拖来拖去的 很不方便 所以呢 我就特别懒得动它 所以我就说呢 如果 如果你想就是cleaning的 就是勤快cleaning的话 一定要用 比较 方便 合适 快捷 轻便的这种工具 你才能就是更加 呃 帮助你就是 随时随刻都可以cleaning的 呃 然后烫衣服也是 烫衣服 我每次烫衣服的时候 就要把烫衣板放下来 然后呢 再再拿烫抖 我真的很麻烦 而且烫衣板 我放那打开吧 站地方收起来吧 就是每次要烫衣服 还要打开 就是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经过 深思熟虑以后呢 深思熟虑以后呢 我觉得那种老式的 那种烫衣板 并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 这种懒人呢 所以呢 我就决定把这个 烫衣板处理掉了 然后呢 就用 呃 就决定用 这个 就决定用这个 这个买这个 站立式的烫衣板 我这样我真的 真的会变得很 很喜欢去烫衣服 然后衣服出门 都不会皱皱的很整齐这样的 然后吸尘也是 那个棍一拿下 就可以吸了 就非常非常方便 就完全真的是 颠覆了 就是整个改变了 我对吸尘的概念 因为这个工具 实在是太方便了啊 所以呢今天呢 就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这个星期 我买了四样东西 因为圣诞节了嘛 呃 我之前呢 确实丢的东西 也丢了很多 所以呢我也允许自己 买一些比较就是 就是在生活上 比较upgrade的东西 就是比较 在高档次一点的东西 而且质量非常好 我觉得是值得拥有的 化妆品呢 而且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这个化妆品呢 我是在 richmond的一个 一个药房里面买的 它这个是made in japan的 他们说有时候 在这边 买不到就是 日本制造的自生糖 有时候是美国制造的 但是这个是日本制造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 这个质量应该是 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made in japan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应该值得试 而它是自生糖代理 在richmond那边 我就我就买了 这个sleeping mask 特别好用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 哇皮肤特别超嫩的 呃真的很嫩很嫩的 好了呃 就介绍到这里了 嗯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看到我的影子吗 在那个瓶子里面 呵呵呵 看到我在和你们招手吗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吗 哈哈 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之前呢 给大家照一下啊 我就是天天的夹处理啊 这是要捐的衣服啦 这是要捐的东西啦 这些直接扔垃圾桶啦 这么一大堆的纸啊 废纸回收啊 这也是 然后这些也是拿去捐的 哇塞 就天天那么一堆一堆 天天那么一堆一堆 你看我家到现在还没扔完呢 你可想而知 我家里多少东西啊 真是夸张啊 真是夸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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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